刚刚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创建了新的文件 2024 我想从今天起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从2024年的1月8号开始 我们进入了第二学期 我们最近的任务是积累自己的作品集 每周拍摄两个作品 我想我的方向是产品和人物 所以最近都在收集拍摄对象 另一方面 这月期我们重要的一部分 是学习视频相关的内容 今天上午班级内就集体合作了一次 人物采访了视频 采访对象是我们的Valerie同学 这会儿还在嬉笑的那亚同学 待会儿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三脚架的锁解按钮太紧了 怎么都扭不开 后来去器材库换了一个 果然的同学在写长期版 老师说他这会儿一直很兴奋 注意待会儿他会创造非常搞笑的一幕 老师在调主灯 大胡子Mitchell同学在调制录音设备 老师在进行拍摄讲解 注意视像 调制白平衡 当然你有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 你需要注意 一切就緒,全程安靜,還是要開始 然後搞笑的螢幕出現了 笑成過後拍攝還是順利地完成了 最後還是看一下拍攝效果吧 我覺得TESCOM錄音機的效果很好 我的雞魚照片,我第一季拍攝是一首最愛的 我們在修圍的邊攝影 這是我最愛拍攝的地方 我去拍攝的地方 我有一個目標是拍攝的鳥 這也是我的一目標 我認為我成功了 我非常喜歡拍攝的地方 它是一個小狀 這也是一首最愛的地方 攝影就是這樣 當你有了專業的相機 後面就是越來越多的配件 才能讓你的作品品質越來越好